听说今儿个早上 九郎被卫视中弹劾了 刘青松忽然笑眯眯地道 众人停下动作 纷纷看向他 今早的早朝 陈平玉就是消息再灵通 也不可能现在就得知 不尽道 所谓何事啊 真实的情形 刘青松自然不会说 知道 听说他耽误了回京续职 冉玉紧张道 这罪名重不重 会怎么处置 这可是重罪 刘青松神情严肃 正要大吹特吹 却被阮炎打断 阮炎眉稍一跳 哦 我竟不知道 卫视中何事连这种事情都管了 卫征一向是对视不对人 一般官员 稍有松懈之类的事情 他多半不会掺和 不然不是抢了御史台 那帮人的饭碗 一语戳破 刘青松丝毫没有尴尬的感觉 转而道 这只是其一 刑部尚书 刑部侍郎 大理司卿 御史台大夫 都被探和了 不过是件小事 搞得阵仗大了一些 罪名落上身 也没多大 闪言忽然明白了 刘青松的意思 长安有安情 要做大事的话 是不是应该往上靠一靠 这次雷声大 实际伤害却很小 是个极好的时机 可是那也要看 对于什么人来说 刘青松尚且可以接着 萧颂的关系凑一脚 他凭什么 一不是名声显赫 二又非靠山强硬 机会总还是有的 冉言如此安慰自己 刘青松见冉言神色并不明朗 便转移话题道 金冬的第一场雪 真是吓得轰轰烈烈 听说吴王李刻意也被弹劾了 气得正常一脚踢翻了暗戟啊 见众人一脸的惊恶 刘青松得意的道 独家消息哦 刘青松虽以萧府为主子 但萧府中却并未把他当作下人来养 萧府老夫人更是把他当作亲孙一样来养 因此刘青松在官场上已有不少朋友 消息自然来得快 哎哟 圣上真不愧是一代英主 为之英明啊 刘青松喜滋滋地感叹道 语气中颇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 萧松昨儿还撂下他 今日就被弹劾了 看报应吧 但其旁人却以为他是针对吴王 阮平玉被他一会儿一出的话给弄得有些晕乎 但有一点他听明白了 就是吴王里克要失事 纵然可能是一时的 但说不准就是一蹶不振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可是有莫大的用处 于是真诚地道了谢 众人还在背着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震得回不过身来 罗氏在前面拉着染云生叙叙叙叨叨 刘青松趁机凑近染炎道 如果历史按照原有轨迹发展 十一月事情会接冲而来 最重要的是武士有一女马上就要到来了 已故荆州都督武士获的女儿 年方十四岁 生得倾国倾城 名换赵 未来的历史上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一代女皇 有办法接近吗 染颜微微醋眉 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办 你想想法子 有什么能吸引他注意 我想办法送到他面前 刘青松小声道 武则听十八岁以后的性子 在史书上表现得很明显 至于年幼时是什么样 他只能从史料上的纸言片语去猜测 实在没有多少把握 你不是说自己是妇女之友吗 刘青松瞥见 染美玉注意到他们的谈话 打着哈哈道 我怕他不可自恋地迷上我 染颜吃了一声 垂下眼眸 染美玉见刘青松 笑眯眯地看着他说出这句话 还以为刘青松说的是他 不由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鄙夷地打亮他一眼 心想 你不看你什么能信 自打在聚水线 染颜的一番话 犹如冰水将他泼醒之后 他也想着 是否该做些事情 证明自己的存在 贞观十一年尾 因为未来一代女皇的即将到来 他一拍大腿 就接替了管家的伙 匆匆赶过来 找染颜商量对策 毕竟 机会不可能总是眷顾他们 到了眼前的 一定要抓住才行 染颜微微敏唇 他期待午后的时代 女权空前的强大 他行事就会少了许多障碍 但距离那时还有太长的时间 得好好谋划一番才行 送走染云生 染颜继续按照自己的设定日程 开始学习 早晨读了诗经 因着原主就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所以他对于古文的理解 还不算太困难 室内点了几只火炉 染颜脚上裹了羊毛袜 盘腿坐在厚厚的羊毛毡子上 正在绣架前 一本正经的绣花 行娘看着他这座子 他拿真的姿态 直摇头 染颜也视若无睹 他至今还不知道 自己学绣花有什么用 但原主的苏绣十分出色 他不想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娘子 怎么在百蝶布上修花 怎么还有不少料子呢 碗绿和幻空 用被子裹成一团 缩在火炉前 抖着嗓子问道 染颜头也不抬得到 练习而已 没必要用丝绸 碗绿扁扁嘴 百蝶布也不见得 要比丝绸便宜到哪儿去 可还是丝绸好看一些 等了一会儿 见染颜不理他 便拽着幻空挪到门口 从门缝里看着外面的纷纷大雪 又是喜欢又是烦恼 石龙骗人的 长安分明就比苏州冷上几倍 他这厢话音方落 门便砰砰地被敲响 碗绿和幻空还未来得及推开 来人砰的一声 推开门冲了进来 不想面前竟有人 脚下一半 三个人摔作一团 三声惨叫响彻云霄 一院子的扑壁 急慌慌地冲了过来 阮云从地上爬起来 揉着脑袋道 你们俩堵在门口做什么 下面有两个肉垫子 他倒也没有摔疼 吃了一句 并也未多计较 一溜烟 跑到阮爷面前 实习姐实习姐 快看梳妆 咱们出去吧 韩娘子与我去城洞打雪仗 咱们一块去吧 阮云平时并不爱参加 这项贵女的聚会 可又不得不去 他觉得阮云一张冷脸 特别震得住肠子 自己对阮云印象又不错 所以才来邀请他一起出去 娘子去吧 行娘见阮云犹豫 并鼓励道 阮云觉得 在长安多认识一些人 也是好的 便爽快答应了 起身坐到挤前 由戈兰服侍着梳妆 婉绿也觉得 自己这样太娇气了 所以一咬牙 从暖暖的被子里钻了出来 煞时寒冷从各处袭来 动得他一个哆嗦 几人手脚麻利地 给阮云梳头截面 准备衣物 阮云坐在绣架前 看着右上角小小的一层剑蓝 不禁道 哇 真好看 这一层兰花不分花叶 一律用的是紫色 但是形态舒展 花叶疏密有致 带着一股不同于普通兰花的阴气 亦不是雅韵 唉 可惜了 这么好的苏绣 却绣在了白蝶布上 陈云感叹道 白蝶布也就是棉布 制造的还算精良 因为稀有 所以价格也几乎与上等丝绸比肩 但在用惯了凌罗绸端的贵族宴中 这东西还是难登大雅之堂 陈云已经简单的装扮好了 一件豆绿色刺绣慢草短袄 下身烟色罗裙 因着是约了打雪仗 又不是参加宴会 所以尽量以清便暖和为主 临出门 新娘又给她照了一件黑豪子毛领披风 在内门道里坐上了马车 陈云便道 我先与你说说 这次去的地方呢 是城府的私园 邀请我的是荆棘市令韩康之女 名幻韩寻 是韩家的长女 荆棘的市令是从六品上 掌管东市 与我家交往密切 韩寻呢 浇灌得厉害 但并不是个爱记仇的小心眼 他说什么 你都梦要往心里去就行 好 车内烧了火炉 陈云考着手认真地应下 陈云见她听得进去 便继续道 此次身份最高的就是城府的嫡女 名幻晴儿 听说她性子暴力 像其父 不可轻易得罪 不过嘛 一般咱们这种身份 想得罪 也得罪不到 说是一起玩 其实 真正能拉进关系的机会 还是不多 一歇下来 娘子们 都有各自的圈子 若是没有人引荐 贸贸然去接近 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 阮炎点了点头 旋即问道 城府 可是卢国公 承之杰 承之杰 原名叫承咬金 隋末 迫于生计 投靠瓦钢债街道 后来又详唐 是唐朝开国功臣之一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承咬金是一个 挥舞着三板斧 貌似没什么文化的家伙 但人家 可是正儿八经的世家大族之后 其祖父和父亲 都是北齐高官 阮炎很想亲眼见见 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看真实的她 是什么性子 马车 稳稳地往城东市去 一路上 阮韵详细地与阮炎 说了此次参加聚会的 一些贵女的绅士 品性 很快便到了目的地 尚未下车 便听见外面 有人兴奋又急切地唤 阿月 阿月 可是你 阮韵撩开厚厚的帘子 望向车外 只见 在城府寺园门口 与她的马车 笔尖停着一辆 梨花木漏花香车 粉蓝色的脸漫撩开 露出一张 红扑扑的脸 约摸十五六岁左右 圆乎乎的脸 圆溜溜的眼 圆圆的鼻头 生的倒也算不得多美 但笑起来 张扬灿烂 很有活力 一瞧便知道 是个活泼性子 阿寻 阮云笑眯眯的道 韩寻的笑容 越发明亮 转眼间 却瞧见阮云身后的染颜 只看见半张脸 精致无比 却毫无表情 黑沉沉的眼眸 加上车内光线昏暗 实在有些吓人 偏巧不巧 这时候 阮云发现了她的目光 生硬的扯了扯嘴角 冲她微微汗手 小姑娘脸色 刷得一白 抖着嗓子 颤微微的伸手 指着阮云身后 阿寓 你是 你是不是中邪了 不是中邪 怎么会有女鬼缠身 阮云转头看了一眼 只有阮炎 婉绿 还有她的势必三宝 回过头道 别乱说 哪里有这种事 韩寻定睛看了看 才发现 阮云后面 确实是一个女子 不禁有些尴尬 连忙掩饰道 是我眼花了 快下车吧 咱们来得不早了 待到下车站定之后 韩寻才装着 刚刚看见阮炎一样 目光放在她身上 这一看 不禁又吃了一惊 原来只看见半张脸 眼下 在明晃晃的雪光之中 那张精致的瓜子脸 迎白如玉 两腕烟眉入病 鼻子小巧而挺翘 整张漂亮的脸上 数唇不生得最美 柔润饱满 红而不燕 仿佛泛着淡淡的水光 如蜜如花般 甜美的想让人尝一口 只是浓密而鲜长的 睫毛眼映下 一双幽黑的眼眸 宛若不见底的深弹 破坏了整体的美感 众人多瞧一眼 都觉得浑身凉嗖嗖的 哦 这是我们本家的十七姐 单名一个言字 阮云介绍道 见过十七娘 韩寻忽然回过神来 连忙欠身见礼 阮炎一欠身回礼 阮云向他介绍道 这位呢 是东神使令之女 韩大娘 阮炎忍不住 抽了抽嘴角 韩大娘 这三个字 他无论如何 也难以联想到一个 十五六岁的少女身上 因此不禁庆幸 自己的排行 还不算太尴尬 总算没有被人 称呼为阮大娘 互相说了两句问候的话 三人便一同进了院子 门口早有小四等候 收了阮韵和韩寻的帖子 便恭敬地 分别给他们的士币 递上油纸伞 又令仪势必引路 阮炎看着阮韵和韩寻 端着姿势 步履虽然尚算从容 但从他们挺直的背脊 和僵硬的进步 可以看出 他们心中其实很紧张 阮炎打量着院子 发现这座寺园 似乎围了两个山头 山上白雪矮矮 雪还在下 但已经渐渐示弱 地上的积雪 已经有厚厚的一层 满可以打一场痛快的雪仗 想到此处 阮炎唇脚微微扬起 目光中却是有些伤怀 三位娘子 却在暖阁中烧后 我家娘子很快便到 士币微微躬身道 三人到了一具有牢 士币便打开暖阁的门 请他们进屋 阮炎进屋之前 略略打亮了一眼 这是个类似四合院形状的建筑 院子中三面都是一间间小阁 北面是一座两边相通的游廊 院中种着几株红梅 与假山怪石相应成趣 而别间暖阁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有些建院里又来了人 便伸出头来观看 但见是不认识的又关上了门 进了屋内 韩寻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羊毛毡子上 有些烦恼的道 今儿可都是世家子女 幸好有你一道过来 不然我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 子女 阮韵本是随意的趴在脊上 听见这话竖得直起身来 你是说不仅有贵女 还有世家子弟 韩寻点点头装算道 诶 我难道没有与你说吗 不过即便不说 你想想也该明白了 他压低声音凑近阮韵的 若非如此 我阿爷也才不会为九牛二虎之力 去弄这张帖子 阮韵大呼上当 本来他就不喜参加贵女的聚会 总觉得那些娘子 眼睛都长在头顶上 高傲得很 所以才来了阮韵来镇场子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 听说这次是匪夫人请了 长安许多未婚的世家子弟 你看学闪花为名 让程娘子相得夫君 咱们都是陪偿 可也有认识权贵的机会 哪个少女不怀春 想到会有许多年轻郎君 韩寻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程咬金的夫人陪侍 出自河东 闻喜陪侍家族 乃是公侯一门 光是名垂后世者 便不下于千人 什么 看学赏花 阮云声音拔高了几个隐 但旋即想到 院中还有许多人 才压低声音的 你不是告诉我 说打雪仗吗 帖子是韩寻给的 上面只写明了地址 说持帖可以带一人作伴 并未写邀请人 和被邀人的名字 也未写是所为合适 所以韩寻一说打雪仗 阮云就兴奋了 还心道 这帮闺女 终于整出点 有意思的事了 结果居然更糟 这是好事 别以赴不情不愿的模样 别人争破头想进来呢 韩寻哼哼道 其实 阮云和韩寻的关系 不算太要好 但阮平玉是座金山 而且舍得花人情浅 施令每年从他手里 受了不少好处 彼此之间关系也不错 因此 才特地卖了一个人情 给阮平玉 让韩寻邀阮云一并来 且阮云模样生得翘 万一被哪家贵人看上 阮氏可就欠下他韩家 一个大人情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